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突發的消息和突發的事件 首先就是 鎮尼斯基好像是不受控制 我認為他是全面發瘋 因為他竟然用雜速彈和導彈打回自己烏克蘭 對 自己打自己的領土 你小聽吧 對 就是這樣 打自己 因為他那麼瘋狂 可能不受控制 美國傳出一個計劃 他的計劃是暗殺澤連斯基 蛤? 不是朋友嗎? 不是爪牙嗎? 為何暗殺他呢? 可能 鎮尼斯基不聽話 還有可能鎮尼斯基這樣浪費彈藥 他們都很不滿 暗殺他怎麼辦呢? 他死了 他再把事件交給俄羅斯和普京 還有 其實 老老實實 真的要看爬 要殺了澤連斯基才有機會 將今次的戰士停止下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總之我們待會和大家一起去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 留言 文化 新事 到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按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一段影片 在我們今天8月7號凌晨的時候 就有一個新聞消息出來了 連接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 琴哈爾大橋 就被烏克蘭的軍隊用導彈襲擊 但是烏克蘭經常都說 克里米亞橋 克里米亞基本上是烏克蘭的 為什麼它要連接著這個大橋呢 如果你打爛這個大橋 基本上就是等於 將 克里米亞 拱手 商量給 俄羅斯 你將 克里米亞和 烏克蘭的連結 是 斷開了 它就可以 直接獨立了 是吧 這件事很愚蠢 報道就說 烏克蘭的戰士持續 俄羅斯那邊就是在控制中克里米亞的地區 那個地區的領導人 阿克肇洛夫就說 連接烏克蘭的 克爾松州和 克里米亞的 琴哈爾大橋 在昨天 就因為 烏克蘭 用導彈進攻 然後就令到這條橋 再次受損 還沒斷 但是你這樣打 會斷 OK OK 尤羅斯任命的 赫爾松代理 周州長 薩爾多 那座橋 連接 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大陸的三條公路之一 三條公路之一 有 橋 有路的 有橋有路的 連接著很長的 OK 禮拜天就遭受到這個 風暴之影的巡航導彈 去襲擊 這個風暴之影 是法國 和 英國聯合研發的巡航導彈 巡航飛彈 這個也是生產方式 歐洲飛彈集團 法國和英國 一起研發 就是在早兩個月 法國和英國給他們的一批物資 其中一條 叫做物資鏈 就是這些導彈 目前 克里米亞大橋已經關閉了 現在進行維修 薩爾多也說 另一條連接著 克里切斯克和 克里米亞東北海岸的 橋樑 都遭受到炮擊 一個平民司機受傷 受到橋樑受損的影響 有一條沿著橋樑延伸 為俄羅斯控制的 克里切斯克提供天然氣的氣管 亦遭受到一個破壞 導致超過2萬人沒有天然氣用 這2萬人 烏克蘭聲稱是烏克蘭的 子民 但你就令到這些烏克蘭的子民 又受苦 又沒有天然氣用 這條路又用不了 平民司機是甚麼人 亦都是烏克蘭聲稱是烏克蘭的子民 那 為甚麼現在 用導彈打自己人 用炮彈打自己人 除了 除了 敵人司機 殺了之外 其實你都想不到有甚麼原因 與此同時 一架被子裝滿了 紮藥的 烏克蘭海上無人機 在5號的凌晨 在克里米亞的大橋附近 就 炸爆了俄羅斯的郵輪 這次是24小時內 發生的第2宗這類襲擊 不是舊文 是新聞 OK 24小時內 發生的第2宗襲擊 你猜 俄羅斯那邊 會不會反制 會不會再打下去 一定會 坦白 習近平 習近平的瘋狂 不止瘋狂這件事 還在瘋狂這件事 做甚麼呢 用雜速彈 嘩 這些是禁用的武器 是 但是雜速彈 不是用到俄羅斯 它是用在自己烏克蘭的領土 你是不是伏了它 你真的伏了它 你這個領土收回來 你的地 廢了 你真的完全是 騷爆頭 這個習近平打哪裏呢 就是打這個 遁涅瓷克大學 遁涅瓷克很明顯 是烏克蘭的 是 他用習近平打遁涅瓷克大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叫做烏克蘭的 東部地區 遁涅瓷克 是因為暫時被俄羅斯控制住的 他就用了這個習速彈 烏克蘭就用習速彈去供這間的叫做 遁涅瓷克大學的建築物 令到它起火 發生爆炸 動用了超過100個消防員去灌救 而這100個消防員 是甚麼人來的呢 如果按照烏克蘭的標準 是烏克蘭人來的 但問題是 你用習速彈去供一個烏克蘭的地方 然後再要 烏克蘭的 消防員 去救回那個地方 但問題是他又有機會踩中習速彈的 散下來的 炮彈 變成一些地雷 炸的又是自己人 炸的地方是自己的地方 炸的大學又是自己的大學 你說 這不是很短的 在我的角度來說 是 重複入路透社英國衛報等等不同的外媒報導 火災發生在當地的經濟貿易大學 就是遁涅瓷克的一所大學 一棟大樓是整個屋頂著火 因為建築物的屋頂是用木去製造的 所以火勢蔓延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幸好的是什麼呢 發生火災和發生襲擊的當下 大樓裏面是沒有人的 有人的 即是歐利吉隸 相關的單位 用了12個水箱 3條 雲梯 沒有雲梯 對不起 那邊沒有雲梯 是那些 單的樓梯 竹梯 以及100個消防員 滅火 這場的大火蔓延到1800平方米左右 直到昨天晚上睡覺時才能控制 屋蘭附席的頓列瓷克人民共和國 啟動了一個緊急應變措施 而他們的緊急事務部部長阿列克姐就說 屋蘭的軍隊就在炮機行動中用了集速彈 引致到非常之大的大火 但是說真的 屋蘭 你又說不承認這個頓列瓷克人民共和國 你說它是你的地方 你又打回你自己的地方 OK 隨便吧 OK 暫時來說 老老舍說 沒有辦法證實了這次受集的說法 但是烏克蘭沒有對這件事發表任何不同評論 亦沒有任何回應 即是默認 現在它又用了集速彈 你覺得 它用了集速彈之後 用了導彈之後 俄羅斯會怎樣 俄羅斯沒錯 就是用70枚的武器 有不同的導彈 有超音速無人機 有巡航導彈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露宿烏克蘭的各地 其實我如果作為一個烏克蘭的市民國民 我會覺得 很騙爆頭的 做甚麼現在 烏克蘭又打回烏克蘭的地方 俄羅斯又打烏克蘭的地方 怎樣 怎樣 甚麼事呀 現在 自己人又打自己人 外面的人又打我們自己人 那 我是 他的國民的話 我會想 不如快點投胎算吧 是不是 那個領導人是短的 俄羅斯在8月6號的時候 一夜之間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一夜之間 向烏克蘭發射了 70次的空襲武器 包括巡航導彈 高超音速導彈 和無人機 高超音速導彈 已經是 對上一次 叫做 高超音速導彈 好像已經是2、3月的事 OK 基本上攔截不了 之後中間 是沒有發射過 不過呢 烏克蘭在人家沒有發射過 這個高超音速導彈的時候 他在烏克蘭截到 喔 結果就是 樣子壞了 結果樣子壞了 最少10枚導彈 穿過了烏克蘭的防空網 中了烏克蘭的不同地方 當地的傳媒報導 空襲似乎都是集中在 遠離前線的烏克蘭西部地區 一個的糧倉工人在空襲中受傷 烏克蘭的西部客 梅利利茲基州的副州長 陶林就說 舊康斯坦丁尼夫鎮的一個 軍用機場就是 守襲的目標之一 他在Telegram的時候就說 那個機場就是 叫做俄羅斯的目標 跟著就說 那個叫做社區 剛剛說的那個鎮 和這個 黑梅利利茲基社區發生了一系列的爆炸 大部分導彈 他聲稱給那些叫做防空部隊擊落 不過 擊落還擊落 都在地面上發生了爆炸 那是不是叫擊落 隨便吧 老頭寫說 烏克蘭的總統陈仁斯基就說 富皮揚斯黑鎮 一個輸業中心 在5號的時候就被 俄羅斯的軍隊就叫做襲擊 造成人員傷亡 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員傷亡 而剛剛所說的富皮揚斯黑鎮 就是東部的 哈爾科夫州的一個鐵路的樞紐 他們前線是不夠10公里 所以呢 俄羅斯是想撤斷他們的一些 向前線供應物資的道路 以及撤斷他們的一些叫做物資 烏克蘭空軍就說 在這裏發布一個消息 空軍部隊說他們 很勁了 摧毀了俄羅斯發射的40枚巡航導彈 裏面的30枚 以及27架伊朗製造的目擊者無人機 他們烏克蘭的空軍也說 俄羅斯發射了三個 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但問題是他們撤不撤到呢 他們只是說他們發現 俄羅斯用了三顆高超音速導彈 他沒有說撤到又沒有說撤不到 那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撤不到 你想想 他說40枚裏面撤到30枚 那 匕首導彈只有3枚 發射了3枚 其他7枚 巡航導彈 OK 全部中了 OK 所以 他說有關匕首的訊息是保密的 為甚麼保密呢 匕首是打去哪一個地方呢 不說 不說這些全部保密 那你之前又說你們有能力借爆這個匕首導彈 現在又說匕首導彈的所有消息將會是保密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那就是以前他們說撤擊到甚麼匕首導彈那些是堅還是流的 流的多 假的多 OK 跟著好了 因為這個階型司機那麼瘋 不受控制 那怎麼辦呢 剛剛在昨天的時候有些消息傳了出來 就說美國的中情局前人員 就說 CIA前人員 就說 美國計劃就是 消滅這個習年司機 並且把這件事交往給俄羅斯 正確來說是交往給普京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人員 拉克約翰遜 接受這個 一些頻道的訪問 一些媒體人員的訪問就說 美國計劃就是 物理上面是消滅烏克蘭的總統 澤年司機 物理上面是甚麼呢 砰砰砰砰砰 就這樣砰砰砰砰 就不是說將他撤職 要他潛逃 流亡 逃亡等等 不是 直接砰砰砰砰砰砰砰刪壁 砰砰�'re死 然後把鄭年司機的死事 最後就會嫁禍給俄羅斯那邊 她的事後 其事說 西方希望通過某種方式 去殲滅 消滅鄭年司機 再試圖將這件事歸咎意歸由俄羅斯 以避免承擔殺害鄭年司機的責任 惟cje說 烏克蘭總統 黨統治這些國家的年齡 geb instant 是縮她的時間 因此,不多 好了 最後他也補多一句 澤連斯基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為何美國跟他不是一派的嗎 為何要借下澤連斯基呢 我相信是因為澤連斯基已經將美國的軍火庫逃空 還想拿起飛機 但是美國又不能直接給他 令到美國在國際之間那個大哥風範 又好像從有去到沒什麼 美國的武器包括防空系統 在澤連斯基的手上應用起來 又好像 不太行 被俄羅斯打到Badjet 令到有些國家想幫他買東西的時候 我先看清楚 Hold住 Hold住 不是不跟你買 遲一下 等等 等等 你都沒給到我啦 你也要供應給烏克蘭啦 你先搞定他們的東西 我們之後再談 免得 我給了錢你 你給不到貨我 我又要追你 不要嘛 有很多訂單 好住了我知道 這裏 之前有一個報道 有一個叫做政客媒體 報道出來 他引述這個最高拉達 議員 叫做 尼古拉 克利 阿希 的報道 就說 在澤連斯基 如果他死亡的情況下 他的職務將會由 烏克蘭的 議會主席 是擔任的 報紙 這個報導 指出 基本上 斯 斯特 凡 休克 就是 烏克蘭主席的名字 國會主席的名字 說在他們的同胞之中 其實 沒有很高的信任度 亦包括在反對派裏面 都沒有很高的信任度 不過 總之 因為他們要計算順位 誰排第一 誰排第二 如果第一個死亡 第二個頂上 他是排第二 如果排第二那個上的話 烏克蘭可能更加亂 但這件事可能是正中美國的下懷 美國可能是想他亂 對不對 對不對 總之烏克蘭的國安部就說 沒有任何的 叫做 澤連斯基死後的計劃 沒有的 那那些 順位人士有沒有 有 每個地方都有 那怎麼樣 沒有的 就是他 那就是說有沒有計劃呢 你可以說有也可以 你可以說沒有也可以 但是美國想不想這個澤連斯基死呢 我告訴你 很想 因為美國已經浪費了很多錢 去給這個澤連斯基 去玩軍火 燒煙花 所以你說美國想不想他玩完快點 就是玩完快點 就是回復和平呢 我猜美國這一刻 開始想 當他 加息加到最頂 然後呢 就是解禁了他的通脹 各方面的東西 想減息的時候 就可能會 對塌 這個的澤連斯基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賺好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